有人说是这个马化腾的腾讯的原来的股东之一 在美国买的房产 还有在英国买房产的 战友们问 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呢 这个资产 我可以告诉大家 百分之百有问题 还有的是 在所谓的香港的几个红色家族 代表他们买的资产 在加拿大 会不会有问题呢 一定会有问题 还有再问 在加拿大的华为的 原来华为的高管买的那个房子 一定会有问题 你不用听我的 你去查查 美国在制裁当中 在俄罗斯制裁 北朝鲜制裁 伊朗制裁 大家看一看 都包含了什么人 只要是共产党 所谓的上了名的企业 和共产党来的资金 几乎全部在查封之内 有没有机会 未来给你平反呢 也有机会 是吧 比如说像马化腾啊 马云啊 徐家印呢 你像肖建华的钱 百分之百给他摸收 百分之百给你摸收 你怎么折腾都拿不走的 这个傻货 还外边存上一二十亿美元 这是愚蠢的东西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 再可怜的 就是倒腾了一辈子 就给人家倒腾了钱 是吧 这完了 那麻烦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战友说 哎 那我在银行里边 我买的股票啊 证券啊 有价债券啊 兄弟姐妹们 只要你钱动过 只要和共产党有关系 都会给你插的本清 这个时候 那钱上哪去啊 我跟你说 只有两样的地方去 第一个 把金砖 你还买这个金砖 比方人家大额买 你买个三亿美元 两亿美元的金砖 肯定找你家去 是吧 这个就是实物切割 第二个就是数字货币 没有什么地方 但是有这种大钱的 一定会有麻烦 像有个战友在洛杉矶 代表共产党的 所谓国有企业 中石化下属 什么山东分公司 买了两个办公楼 那百分之一万给你疯了 一定给你查 你七哥负一切责任 告诉大家 所有在西方世界 包括日本 只要不是北朝鲜 只要不是伊朗的资产 百分之百可以给你查 银行 股票 存款 有价证券 然后黄金 大额物资 固定资产 有价证券 都会 唯一安全的地方 就是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里面 最安全的 目前 最大风险的是比特币 以太币 H币 是唯一的 千万别进赵昌峰的币安 进他币安就傻了 那就着死去了 赵昌峰 百分之百的被查封 百分之百被抓 因为他是个 跟共产党合作的 而且一夜之间上 他什么都没有 那百分之一万的 只要粘着 中共产党的都惨 像那什么福建会 中国华人战略学会 这战会 那战会 你什么什么战会的钱 都都给你封了 因为那是共产党的脏钱 就像俄罗斯一个德行 就这么简单 那是共产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